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鹿港新生代的杉娜辉老师龚维琴 会突破传统研发作品样式 因此他的作品非常受女性喜爱 这次他接受鹿港国中的邀请 在每个星期四的社团时间前往教学 三十多位学生在教室听老师教学如何缠好杉娜辉 每一位同学都听得非常专心 就连男同学也都乖乖坐在椅子上一线一线的缠 就拿着线一直到老师说过 常话就是绕了再绕了再绕了 那这样的作品有点不完美 就是纸片露出来就是算不完 不能很完美之类 传统艺术是我们文化的根本 在这个根本底下 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子能够接触更多 让他们在这个根本的熏陶 然后发展他们将来的记忆 才能立足本土 影响世界 为了让学生了解陆港的工艺 特别在社团时间开设工艺课程 此次请来做存拿灰将近有10年的工为情 虽然年纪轻轻不过经验丰富的她 看到学生哪里残错 她都可以马上指导 将她所学的技巧传给学生 工艺频道许维珍 入港采访报导 我们下去吃了 一小时就好了 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